严守协调是孩子们需要发展的一个关键技能 您可以用一种缠绕活动去帮助孩子发展严守的协调能力 您只需一根棍子和一长条细绳 您可以展示给孩子们看如何把细绳缠绕在棍子上 然后要求他们去试试看 有时候孩子在缠绕时会把细绳拿得离棍子太远 你可以解释如果把细绳拿着离棍子近一点会容易一些 这个活动成年人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对一个小孩子来说 这些是复杂的动作 所以练习这些是有帮助的 随着孩子的进步 他们可以建立手和手指的协调 进而帮助他们使用剪刀柴剪和书写的技能 但是我们的重量是长度的 但是一种重量是长度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